掌握即时资讯 开来饭整点新闻 选中获胜 香港战中进入第53天 凌晨大约有200名的群众 前往立法会旁的出入口示威 更有30名的蒙面人 拿着铁栏杆冲撞立法会大门 而警方手拿盾牌和警棍 与示威者爆发冲突 警方两次喷洒胡椒水 把抗议群众隔离开 选举倒数 新北市长朱立伦也到现场催票 还派出了吸睛的朱古力女孩 短袖超短裤现身 但是首次败票 女孩们零嘴发的太努力 市长早就走得大老远了 还要总部人员提醒才跟上脚步 桃圆卫生局查获 陈康食品有限公司 以及真锅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嫌篡改有效食品日期 根据了解 真锅将包装咖啡的有效期限篡改 变成了未来食品 这样的违法行为已经长达两年 食品早就销往各大卖场 减餐店和汽车旅馆 又出现了黑心医疗器材 检调查出专门在贩售检验器材的 泰化企业有限公司 涉嫌篡改癌症检验试剂的有效期限 卖给三种的松山分院 恐怕会延误病患就医 而初不了解影响范围 包括了胰脏癌 肝癌 攝护腺癌等检验试剂 有没有流向其他医院 卫生单位也在持续调查 越来越难看到市区有公园绿地了 新北市卢州因为捷运卢州县开通 地价年年上涨 在多次协调之下 新北市终于以公共建设用地基金 开辟了卢州公园 2.24亿的总工程费 就花了2.2亿取得用地 把荒地蜕变成公园绿地 让居民多了休闲好去处 今年的金马后座竞争激烈 入围者各个来势汹汹 一字排开全部都是影后级的演员 而其中贵轮美已经是连续三届入围 顶着威尼斯影后荣耀的巩力 则是首次问顶金马 演技非常有分量 而赵薇更是扭转形象 挑战演出农村妇女也是被看好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情况 中央气象局表示 明天起东北季风稍微减弱 气温略为回升 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雨 东部东南部北部地区 中南部山区及马祖也会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区及澎湖 金门 马祖 都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以上新闻由东森新闻主播陈寅播报 谢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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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